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唯一的盯着她 这让小丽惊恐不已 隔天 小丽想跟父亲说起这件事 但父亲却以小丽不装扮自己 说了她一顿 等到了学校 小丽再次被大壮故意扳倒 看着嘲笑她的人 小丽羞愧无比 而小美的男友短饭男看不下去了 上前和大壮牛打起来 晚上 小丽又失眠了 突然她隐约听到有人在呼唤着自己 她装着胆子走到镜子前 看着镜中和自己一模一样 担心和迥异的女孩 小丽很疑惑 女孩告诉小丽 她们是同一个人 她懂小丽 知道她要什么 看着女孩活不可爱 勇敢果断的样子 小丽不禁心生向往 她向女孩倾诉了自己的心事 女孩听后 对她遭遇的不公愤恨不已 并耐心地开刀她 这让小丽心生温暖 通过女孩的开刀 小丽的心情也好了很多 她告诉父母 决定参加寒假的滑冰舞会 她找到小美让她教自己滑冰 她们来到溜冰场 可小美并不想教她 她任由小丽一次次摔倒 并警告小丽离自己的男友远一点 伤心的小丽找到父亲诉说些事 却看到她和她的病人暧昧不清 怒弱的她把这事藏在了心里 晚上 镜中的女孩告诉小丽 小美根本没把她当成朋友 而她的父亲根本不爱她 也根本不在乎她 而自己会帮她不再痛苦 就在女孩引导小丽和她呼唤的身份时 母亲恰巧出现 打断了小丽 小丽也在母亲的精心装扮下去参加了舞会 但她并未学会滑冰 短发男的出现让她缓解了尴尬 这让小美息生怨恨 舞会上 小丽再次被大壮欺辱 所有人都在嘲笑她 而小美并没有上千阻止 而是现在乐祸地笑着 崩溃的小丽回到家 在精神女孩的指引下 互换了身份 走出镜子的女孩替小丽做了想做 却不敢做的事情 她设计了大壮 将她的腿打断 之后她原小美来到溜冰场 便冷漠地朝她撞去 小美吓坏了 仓皇而逃 两人你追我赶 急速地奔跑 使小美摔倒 不幸而亡 而女孩也趁机勾引着短发男 带短发男逃课去酒店 并制止短发男配合警察调查 这引起短发男的怀疑 为了防止事情败露 女孩冲动之下杀了短发男 而得知真相的小丽 痛哭不已 她请求女孩和自己换回来 但女孩根本不理会 而更可怕的事还在继续 女孩设计让母亲知道父亲出轨 这让他们平静的生活彻底打乱 晚上女孩找到父亲 询问父亲 如果自己是畸形 还会不会爱她 看着父亲躲闪的眼神 她绝望了 她拿起手术刀刺穿了父亲的脖子 原来当年母亲怀的是双胞胎 但其中一个是畸形儿 一出生就被父亲扔在雪堆中 女孩就是那个死去的畸形儿 影片的最后 敷完丑的女孩并未感到快乐 她来到镜子前呼唤着小丽 但小丽却像是消失了般 她彻底迷茫了 镜里镜外的自己 到底哪个是真实的呢 她疲悲地躺在母亲怀里 陷入沉睡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镜中人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